霹雳州大臣沙拉尼驳斥霹雳出现倒台危机 并斥责霹雳州反对党领袖拉兹曼蓄意制造假象 威胁霹雳州发展 沙拉尼今天召开记者会强调州政府依然稳固 而且正在努力吸引更多投资 积极实现2030年霹雳州大蓝图的每一项议程 马新社报道 沙拉尼认为拉兹曼声称自己和庶民在朝州议员见面 是在蓄意散播州政府即将倒台的假象 进而动摇投资者的信心 沙拉尼促勤各方 特别是拉兹曼负起政治责任 专注增进人民的福祉 而不是触发对偏离中没有好处的争论 当记者问及会否只有拉兹曼的言论报警 沙拉尼则回应不排除报案 因为这番言论具有煽动意味 我会不会有煽动意味 那是很不错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